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店记者网游020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构并取得住房制度列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点工作,指出要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新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玉说,重塑和完善我国的住房制度、完善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是实现群体人民住有所知和房地产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的根本举措。 会议提出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特别是长期租赁保护租赁利益相关方合法权益,支持专业化、机构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 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是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之一。 刘洪玉说,从过去的购租并举到现在的租购并举,体现了住房租赁市场在实现住有所知方面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会议还强调,要保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分清中央和地方市权,实行差别化调控。 我国房地产调控政策显现了较好的调控效果,当前市场出现了很多积极的变化,但保持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于促进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方范风险依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刘洪玉说,刘洪玉认为调控政策效果全部显现需要时间周期,不能根据市场的苗头和跡象频繁调整,否则, 容易导致过度调控不利于形成良心的市场预期。此外,实行差别化调控才能使调控更加精准化和精细化。 中央制定的调控政策才会更加具有地方适用性。